今天为你解读的是 知道做到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36万字 我将用28分钟左右的时间 为你讲述书中精髓 天才不是天生的 是练出来的 当今世界 人类已经进入了知识大爆炸的时代 现有的知识始终保持 每年10%的速度 不断更新 信息量呈几何倍数增长 更重要的是 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飞速发展 人类已经摆脱原本对书籍的依赖 可以通过手机 电脑 电台等渠道 随时随地获取知识 但是 即便是这样 现代人依然存在着 严重的知识恐慌 对未来充满焦虑 为什么会有恐慌和焦虑现象的存在呢 难道是因为 知识和信息数量不足 还是学习的效率太低 都不是 事实上面对海量资讯 恐慌的人 只是注重获取 而不是运用 只是限于知道 而不是做到 怎样才能达到 知道并做到的状态呢 今天我们讲的 知道做到这本书 就专门介绍了 将学到的知识 转化为行动的方法 这本书的作者有三个 分别是 肯布兰加 保罗梅耶 和迪克卢赫 其中 肯布兰加 是享誉全球的管理大师 曾经被誉为 当今商界 最具洞察力 和思想深度的人之一 撰写一分钟经理人 顾客也疯狂 等作品 被翻译成 二十多种语言 畅销世界各国 2005年 他作为史上 著名的 25个畅销书作家之一 被列入 亚马逊名人堂 目前 肯布兰加的商业 及个人管理理念 正影响着 全球包括IBM 惠普 通用等几千家 知名企业 和组织中的 数千万人 好了 介绍完这本书的 基本情况 和作者概况 接下来 我就为你详细讲述 书中的三个重点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 学会专注 避免信息超载 第二个重点是 保持积极 避免消极情绪 第三个重点是 持续跟进 避免浅尝辙止 好 我们先来看看 第一个重点内容 学会专注 避免信息超载 任何人 想要取得成就 就必须首先学习 已有的知识 在此基础上 才能做出 新的 更大的成绩 当今世界 是信息膨胀 知识爆炸的世界 一个企业 一个个人 如果没有学习的能力 就无法进步 甚至也无法生存 在工作生活中 我们常常能看到 这样的现象 有些人整天学习 读书 看报 刷手机 接触新的知识 应该说 涉猎的知识 相当丰富 但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却依旧是 眉头紧锁 一筹莫展 另外一些人 则不同 虽然学到的知识不多 但却能应用自如 游刃有余 差别在哪里 差别就在于 专注二字 为什么会有专注的差距呢 主要在于 当前信息的巨幅增长 以及垃圾信息的 肆意泛滥 首先来看信息量的增长 移动互联网 电子商务 和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 促使了企业 需要面临的数据量 呈指数增长 据数字宇宙的研究报告表明 2020年 全球新建和复制的信息量 已经超过40ZB 是2010年1.2ZB的33倍 这是什么概念呢 2010年的1.2ZB的信息 相当于750亿部 满载资料的 16GB苹果版iPad 这些iPad能铺满 15.5座北京国家体育馆 或23座台北101大楼 如果你想学习 那将会有几辈子 也看不完的资料 学不完的知识 而且当今社会 知识更新迭代速度不断加快 要能跟上某个行业的更新步伐 已经是难能可贵 如果还想做到样样精通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更何况 随着市场的不断细分 对通财的要求越来越低 反而对专财的要求 越来越旺盛 从表面上看 信息实现了巨幅增长 但其中充斥着大量垃圾信息 在这个人人都是自媒体的世界 每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发微博 拍视频 写评论 各种媒体为了博取点击率 而不惜用标题档 甚至假新闻来吸引眼球 可以说 目前的网络空间里 存在大量垃圾信息 即便是优质信息中 也不乏很多 伪装成优质信息的垃圾信息 因此 学会辨别垃圾信息和优质信息 至关重要 毕竟 每个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 你要把有限的精力 投入到正确的方向上来 用力扔出去一把子弹 穿不透一本书 但是用枪射出去 就可以穿透木板 甚至可以穿透钢板 所以保持专注 对知识转化来说 至为关键 怎样在良右不起 海量信息之前 保持专注呢 作者认为 关键在于两个字 少和精 少就意味着方向明确 精则意味着深度挖掘 学会少而精 而杜绝多而浅 这是将知识 转变成能力的第一步 也是确保方向正确的 关键一步 先来看少 没有专注力的人生 就好像大睁着双眼 却什么也看不见 这句话非常贴切地说明了 精心选择的重要性 的确 与其四处刨坑 不如深挖一口井 那到底应该怎样选择少呢 书里没有明确做出解答 但是有两个方向 是众多选项中 最基础最重要的 它们分别是实用和实际 实用是指针对 自己目前的工作 或者岗位实际 选择学习的方向 工作是力深之本 只有你成为工作的专家 职位 荣誉 待遇 才会分之踏来 与其做个样样通 样样松的通才 不如做个精通一门的专才 最近 网红经济学家任泽平 以月薪125万 再次成为网络红人 当然 成功的因素有很多 但最重要的是 任泽平之所以成名 关键在于 他长期专注于经济学领域 当你的精力 聚集在一个有限的领域内 你才会不断地发现秘诀 才能看到周围人 看不见的东西 实际 是指强化自己的优势 人活着的目的 不是为了补足短板 而是发挥优势 就像反木桶理论所说的 木桶最长的一根木板 决定了其特色与优势 尖锐的钉子 比笨拙的榔头 更容易突破重重包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特长 找出这种特长 然后下力气 进一步强化它 让它变成你的立身之本 扬名之机 如果无法保持这种专注 就可能耗费培养兴趣 和爱好的宝贵时间 担负了拓展思维深度 和敏锐度的积累和训练 围绕实用和实际两个方面 还要在学习的有效性 和针对性上下功夫 继续将学习的范围缩小 托尔斯泰曾经有句名言 重要的不是知识的数量 而是知识的质量 有些人知道很多很多 但却不知道最有用的东西 意大利经济学家 巴莱多的二八定律指出 在任何一组东西中 最重要的只占其中一小部分 约20% 其余80%尽管是多数 却是次要的 这个二八定律 同样适用于学习 20%的知识 比80%的知识更有用 对于你来说 要做的就是花80%的时间 用在这20%的关键问题上 而不是平均地 把时间花在各种知识上 这也是本书作者 少而今的观点之一 怎样才能确定这20%呢 生活中一根针掉在地上 找不到了 就可以用磁铁来寻找 因为磁铁只吸铁 而对其他东西免疫 所以比较容易找到 细小的绣花针 在信息和知识获取上 也有这个问题 如果拥有 针对信息和知识的过滤器 那么海量的信息 爆炸的资讯 对你不会产生超载影响 这个过滤专业 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学习也是这样 要找专业的人 学习专业的知识 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 每个行业的专家 都会在网络上汇聚交流 加入到专业的论坛 或者听取专家的解读 阅读专家的著作 倾听他们的意见建议 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 学习到更多有效的知识 其实 少也是金的一种体现 是精心选择的结果 但是 金却不仅限于选择 还在于 精细研读 要想真正了解一个领域 掌握一样技能 你必须选择那些 你真的想要认真学习的知识 完全沉浸其中 不断地咀嚼消化 咀嚼消化 直到他们被完全吸收 直到将其完全吸收 比如说读书 第一次读一本书时 只需要从头到尾 通读一遍 大致了解书里的内容 第二次读 就要画出一些重要的理念 第三次则是做笔记 第四次 就要选择学习伙伴 一起读 互相切磋 互相提高 就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研读 真正领会知识的内涵 并把它内化为自身的能力 专注 就像一个放大镜 能够把阳光聚焦在一起 即使在寒冷的冬天 也能够轻而易举的 点燃一团火焰 对于学习来说 很少有人全身关注 如果你能做到 对一件事情自始至终 集中意念 你一定是率先冲过 终点线的人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第一个内容 学会专注 避免信息超载 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世界 你需要学会少而精 而非多而浅的学习 少就意味着方向明确 精则意味着深度挖掘 要在实用和实际两个方面 利用二八定律 精心选择学习的方向 寻找专业的书籍和导师 通过反复研读达到精通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内容 保持积极 避免消极情绪 由于生理构造的因素 人类的大脑注定不能完全做到理性思考 于是在生活中 常常就会带着各种情绪和经验 看待事物 以至于做出非理性的行为 比如思维定势 先入为主 等等消极情绪 常常就会下意识地屏蔽掉 一些很多真正有用的信息 干扰正确的思维判断 这些僵化的封闭的思维模式 将会对知识的吸收造成障碍 本书作者把这种消极的态度 定义为发臭思维症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指对那些积极的 哪怕是对自己有利的信息 也会半信半疑 甚至干脆拒之门外的症状 作者甚至认为在很多情况下 我们都在用焦虑 消极 犹豫不决 先入为主 或者是坚持固有思维的态度 去判断自己所接收到的信息 我们本来可以百分之百 听到自己身边的人在说些什么 结果最终只有10%的信息 能够进入我们的潜意识 通常情况下 能够造成信息屏蔽的思维模式有很多 今天着重看一下 思维定时和先入为主 首先来看思维定时 思维定时又称习惯性思维 是指人们按照习惯的 比较固定的思路去考虑问题 分析问题 它阻碍了思维开放性和灵活性 造成思维的僵化和呆板 使得人们不能灵活运用知识 思维定时 普遍存在于每个人 最直观的表现就是 不可能 在飞机飞上天之前 没有人认为钢铁能在天上飞来飞去 在电话发明之前 也没有人相信 相隔千里也能互相问候 特别是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 如果依然保持思维定时 那就一定会被现实 禁掉打压 比如 今年康师傅和统一方便面的销量 急剧下滑 具有思维定时的人 极有可能认为是白相 金麦郎等同行的竞争导致的 但事实上 却是美团 饿了吗 等外卖的飞速发展造成的 作者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1954年5月6日以前 公众普遍认为 四分钟内跑完 一英里 对于人类来说 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那一天 罗杰班尼斯特 跑出了三分五十九点四秒的成绩 一旦他变成了现实 在不到七个星期的时间里 另一个人 约翰兰迪 就跑出了三分五十七点九秒的成绩 在接下来的15年当中 班尼斯特的记录 先后在177场比赛中 被打破了260次 就连一位高中生 吉姆里恩 都能在1965年 跑出了三分五十五点三秒的成绩 一旦踢破那道门槛 他就会被看成是一件普通的事 在这个过程中 关键在人们对跑完一英里的标准的看法 也从不可能转变为可能 从消极转变为积极 对于知识的摄取来说 思维定势就相当于 横跟在你和知识之间的一堵高墙 将大脑封闭起来 如果一直保持消极心态 长期接受消极信息 你遇事就会习惯性地 用消极思维和主观偏见进行过滤 并在潜意识里 堵塞了知识进入的通道 除了思维定势外 先入为主也是造成信息屏蔽的重要方面 关于先入为主有个典故 汉武帝曾经在松山脚下的树林里 看到了一棵他从未见过的大柏树 于是他就高兴地封他为大将军 但是刚继续走了十几米 就又见到了一棵更大的柏树 就只好封他为二将军 随从的大臣们敬见说 陛下这棵柏树比那棵大得多啊 汉武帝也知封得不太合理 但为保住脸面就说 先入者为主 王北又走了几十米 又见到了一棵更为高大的柏树 汉武帝将错就错说 再大你也只能是三将军 后来人们就用先入为主 只先听进去的话或先获得的印象 往往在头脑中占有主导地位 以后在遇到不同的意见时 就不容易接受 由此可见 先入为主也是知识社区的大忌 一旦你对第一次看到过的知识 产生了先入为主的印象 就会把这个知识点作为正确理念 成为自己的观点 而这时候 你就会陷入一种验证偏见的误区 大脑会把这个观点看作是正确的 并销毁所有质疑这个观点的信息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查尔斯勋爵 曾经做过实验 让参加测试的人员 同时读两篇观点相反的文章 结果表明参加测试的人员 只记住了符合自己观点的部分内容 却忽视了那些支持相反观点的论证 而且还深深怀疑 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内容 这同样也是人类大脑的机智在起作用 大脑为了节省能量 在思考过程中 干脆忽略了那些 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信息 通过这两个例子 你就能看出 思维定势和陷入为主 为代表的消极情绪 造成了认知的巨大鸿沟 如果不能跨越这条鸿沟 就无法获得正确全面的知识 作者指出 想要跨越这条鸿沟并不难 只需要带着一种开放 积极的心态去聆听 并使用绿灯思维 进行思考即可 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要有积极开放的心态 每次接受到新的知识时 不要总带着法官的心态 去评判这些信息是否对错 而是需要摘下有色眼镜 打开戒备 带着强烈的欲望和学习的态度 仔细聆听对方的内容实质 思考应该怎样应用这些新知识 而且要在消极反馈之前 强迫自己给出积极的正面反馈 使用绿灯思维告诉自己 我知道自己读到或听到的信息 是一定有价值的 使用绿灯思维告诉自己 我知道自己读到或听到的信息 是有一定价值的 可它究竟在哪呢 然后积极地去发现其中的正确之处 认知改变的过程 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而是需要不断重复这些内容 作者认为 从拒绝到吸收一个观念 需要六步 第一次接触 你会认为 我之所以拒绝 是因为它跟我之前的想法冲突 第二次接触的时候 就会稍微有些缓和 但依然处于抵制状态 嗯 我明白了 但我还是无法接受 到了第三次接触 事情就有了转机 开始部分接受这个观点 我同意这个想法 但在应用时 还是会有所保留 在第四次接触的时候 就会完全接受对方的观点 而在经过第五次 第六次接触 你就会完全吸收对方的观点 把它变成自己的想法 甚至还会输出给其他人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第二个重点内容 保持积极 避免消极情绪 思维定势 先入为主的消极心态 会将大脑屏蔽起来 无法接收到新知识 这时候就要以积极开放的心态 使用绿灯思维 形成积极的反馈 认真思考新知识的价值所在 并通过重复的方式 转变成自己的观点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个内容 持续跟进 避免潜尝辙止 很多人在获得新知识之后 认为自己看过 思考过 记忆过 就是已经学过并掌握了 然后就把这些知识 树枝高阁 事实上 这是一种潜尝辙止的做法 仅仅是完成了 知道部分的工作 而没有向做到方向转化 很多人都听说过 艾宾浩斯记忆遗忘曲线 这是由德国心理学家 艾宾浩斯研究发现的 这条曲线告诉人们 在学习中的遗忘是有规律的 遗忘的进程很快 并且先快后慢 观察曲线 你会发现 学到的知识在一天后 如不抓紧复习 就只能记住原来的25% 随着时间的推移 遗忘的速度开始减慢 遗忘的数量也就减少 但是依然是处于遗忘的状态 有人做过一个实验 两组学生学习一段课文 甲组在学习后不复习 一天后记忆率36% 一周后只剩13% 一组则按照规律进行复习 一天后保持记忆率98% 一周后保持86% 一组的记忆率明显高于甲组 这点就像我们学习英语 平时只关注当时的记忆效果 而忽视了后期的保持和重复 结果到时候依然是提笔忘字 所以学习之后的跟进非常有必要 如果没有制定一个跟进计划 学到的新知识也很快就会遗忘 怎样才能行动起来并坚持下去呢 作者告诉你 要学会制定一个周密的跟进计划 这份计划要包括指导 支持和问责三个基本要素 首先是指导 指导对于学习质量的提高来说 非常重要 即使是再强的运动员 也都需要教练进行指导 指导的意义在于给你一种反馈 让你知道自己哪些地方做对了 哪些地方做错了 哪些地方没有理解 哪些地方存在误区 对于学习来说 既要埋头苦干 还要学会抬头看天 方向错误所有的努力也都是白费的 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反馈 了解自己的事情做的对不对 到底错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会错 从而帮助我们纠正方向 重回正确轨道 约翰·伍登是美国最具传奇色彩的 大学篮球教练 两位心理学家曾经全程观察他的训练课 甚至记录下了他给球员的每一条指令 结果表明 在记录的2326条指令之中 有75%是纯粹的信息 也就是做什么动作和怎么做 他最常见的办法是三段论 演示一遍正确动作 表现一遍错误动作 再演示一遍正确动作 这样的训练就好比练武功 一朝一世都需要有人随时纠正 如果动作不对 就马上改 以免错误动作形成习惯动作 在他的指导下 他的篮球队在12年内 10次获得NCAA冠军 所以找到一个好的指导 非常重要 生活中可以向职场的前辈 身边的朋友 付费的教练 或者是其他任何可以提供支持的人 保持联系 随时更新学习状态 让专业人士对你进行专业指导 只有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 才能确保你的知识 正确地变成自身技能 说完指导 再来看支持 学习的过程是个艰苦的过程 如果没有适当的正向激励 对学习行为进行正面强化 积极性和持续性就会大幅减弱 甚至还会导致半途而废 这时候就需要有人对你进行持续的正向激励 要知道 一个对你充满信心的人 可以改变你的人生 随着2017年考研结果的公布后 引发社会各界热议的就是 学霸寝室 很多大学都出现了 整个宿舍成员都考上研究生的成功案例 武汉工程大学材料学院 和化工与制药学院的一个寝室中 15个学生全部考上研究生 对于这种现象 他们的辅导员说 这些学霸寝室的出现绝不是偶然 而是室友间相互帮扶 共同进步的积极成果 的确 志同道合的同学凑在一起 能够互相激励 互相支持 从而能够以一种积极向上的愉快心情 持续学习 并进一步调动其积极性 所以在知道向做到转换过程中 你需要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人 互相鞭策 互相激励 在彼此的正向激励下 才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除了指导和支持 问责也是确保知道 想做到转化的重要因素 要知道 从本质上来说 人都是有惰性的 偏爱稳定性的倾向 容易满足现状 不思进取 或者存在差不多心理 著名的赫勒法则指出 当人们知道自己的工作成绩 有人检查的时候 会加倍努力 所以说 没有有效的监督 就没有学习的动力 对于学习来说 最有效的监督 莫过于测试和实践 只有在实战中进行应用 才能将知识转化成真正的技能 新学大师王阳明 在《传习录》中有段话说 人需在世上磨练做功夫 乃有益 若只耗尽 欲试变乱 终无掌尽 那尽时功夫 一叉字收敛 而十放逆眼 大体意思是说 人必须在世上磨练 在世上用功 才会有帮助 若只爱尽 欲试就会慌乱 始终不会有进步 那尽时的功夫 表面看是收敛 实际上却是放纵沉沦 也就是说 即使掌握了要领 不去行动 还是等于零 管理学大师 彼得·德鲁克 曾经说过 才能本身毫无用处 许多有才华的人 一生碌碌无为 通常是因为 他们把才华本身 看作是一种结果 只有把才华 应用于实践中 才有价值 所以 不要再做知识的储存者 立即行动起来 变成知识的实践者 和应用者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你讲的 第三个内容 持续跟进 避免浅尝止 遗忘曲线的存在 会让学到的新知识 也很快就会遗忘 避免遗忘 并转变为行动的方法 就是学会制定一个 周密的跟进计划 这份计划 要包含指导 支持和问责 三个基本要素 好了 说到这里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 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为你分享的内容 首先我们讲到了 学会专注 避免信息抄载 面对纷繁复杂的 信息世界 你需要学会 少而精 而非多而浅的学习 少就意味着 方向明确 精则意味着 深度挖掘 要在实用 和实际两个方面 利用二八定律 精心选择 学习的方向 寻找专业的书籍和导师 通过反复研读 达到精通 其次 我们讲到了 保持积极 避免消极情绪 思维定时 先入为主的消极心态 会将大脑屏蔽起来 无法接收到新知识 这时候 就要以积极开放的心态 使用绿灯思维 形成积极的反馈 认真思考 新知识的价值所在 并通过重复的方式 转变成自己的观点 最后 我们讲到了 持续跟进 避免潜尝辙止 遗忘曲线的存在 会让学到的新知识 也很快就会遗忘 避免遗忘 并转变为行动的方法 就是学会制定一个 周密的跟进计划 这份计划 要包含指导 支持和问责 三个基本要素 其实 通过指导 做到的三个重点 你可以发现 这个方法的关键在于 两个字 重复 这种重复 不仅仅是简单的重复 而是 间隔性重复 就像作者所说的 如果想要让某条信息 产生预期的结果 我们必须学会 间隔性的重复它 在有间隔的重复下 知识才能思考和沉淀 才能形成 行为习惯 进而内化为 自身技能 这就像 马尔科姆 格拉德威尔的 一万小时理论一样 告诉我们 天才不是天生的 是练出来的 而且要重复练习 一万小时 以上就是今天 全部内容总结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想要每天听本书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探书 探 是探索的探 关注探书FM 我们 不见不散